这把七星剑倒是更烦 你舍得杀我吗 你敢相信吗 眼前这个美艳妖娆的女子 居然是杀人如麻的天问蒙护法 她今夜闯入驻剑山庄 只为B庄主教出名造天下的剑狂 三年前魔剑战炉出世 无数豪杰闻风而动 天问蒙盟主剑宗垂涎不已 谁料射刀人却将此剑 射给了名不见经传的宁有初 宁有初凭借此剑纵横江湖 因他行事张狂 世人称其为剑狂 如今剑狂受伤落难 天问蒙趁他病要他命 逼问庄主剑狂下落 现在就给你两条路续 教人或者死 庄主冷笑一声 剑狂早就离开了 天问蒙刚要解决庄主 谁料天边一声惊雷 一道黑影闪现到来 来人正是剑狂 他拔出魔剑战炉对敌 剑狂全力挥动战炉剑 煞气凝成黑龙呼啸而来 一招便将敌人碎成灰烬 多谢出生相救 但庄主心中忧虑 战炉剑杀戮越多 煞气就会越重 庄主担心剑狂被煞气掌控 便劝他毁掉战炉 谁料剑狂闻炎发狂 一剑杀了庄主 清醒后他找到了怀孕的妻子 想带他远离是非 谁料射刀人突然出现 还说剑狂邪气入脑 和战炉剑缘分已尽 战炉你拿不走 若你执迷终有一天 战炉剑会杀死你至爱之人 但剑狂已经癫狂 剑在我手 他本想杀了射刀人 占据魔剑 谁料妻子突然临盘 剑狂猛然清醒 罗子无悔 战炉剑你可要说好了 危机解除 剑狂想要摸一摸刚出生的女儿 谁料孩子突然满脸是血 眼神也变得漆黑如墨 剑狂差点又发颠 妻子见他逐渐疯魔 担心射刀人的话应验 便偷偷将女儿送走了 我永远都不会让你找到灵儿 为什么 剑丈夫被战炉剑控制 妻子决心玉石俱焚 却还是死在了战炉剑下 这样也好 剑狂悲痛欲绝 从此将战炉剑尘封 但他担心射刀人的预言成真 便不敢去找女儿 一直找寻摧毁战炉剑的办法 但剑狂销声匿迹后 天问蒙没了前置 剑宗以行天剑独步江湖 疯狂扩张地盘 接连吞并了两大江湖世家 只有夏侯和欧阳还在勉强抗衡 江湖混混们对剑宗吹捧不已 听得夏侯小姐 灵儿心中不愤 剑狂对得起这个狂子 剑宗嘛 不过是个孤名调义的伪君子吧 混混受不了挑衅 一锤头砸了过去 谁料灵儿武功不足 仅用扇子便将他先飞 灵儿十分敬仰剑狂 殊不知二十年过去 如今的剑狂落魄不已 在一个小镖局 醉生梦死 镖师小五万分不解 镖头宝精沧桑 知道人生在世各有难处 剑狂心中悲苦 靠喝酒喝烂赌 麻醉自己 见他是头肥羊 赌方便设计 让他欠下赌债 并在巷子里 将他洗劫一空 露过的灵儿看着这石头 分外眼熟 便出手相助 把这石头留下 他欠的钱我还 剑灵儿出手不俗 赌方伙计立刻认怂 债我替你还了 这个算我买下了 剑狂迷迷糊糊中陷入回忆 原来石头是他妻子留下的 有了这两颗优石 以后不管漂泊到哪儿 我们都能找到彼此 希望优石能保佑灵儿 剑狂猛然惊醒 跑回赌场寻找优石 并跟着灵儿一路来到破庙 你拿了我的优石 你是说这个 就是你 灵儿飞身离开 两人在街上你追我赶 正巧让城主府的人撞剑 剑狂躲了起来 但灵儿被带回了家 你是云海城的少主 当少城主有什么意思 为侠者当学剑狂 夏侯城主头疼不已 让他多为夏侯家想想 天文蒙提出 与夏侯家联姻 你要嫁给剑宗的弟弟赵森 灵儿脸色大变 赵森可是个亡库子弟 他心中不犯 连夜潜入了天文蒙 没想到 你这么急着想见我 我死也不会 嫁给天文蒙的小 你现在 就去跟我姑母退婚 但赵森早有准备 手下出手 打落零武器 赵森趁势撒出迷药 赵森刚要意图不轨 跟来的剑狂就一掌 把他打晕 顺手又解了零迷药 愤怒的零一剑刺向赵森 为什么不让我杀了他 我不想找麻烦 你也担不起 剑狂索要优势 零爽快答应 但要求剑狂帮他逃婚 谁料第二天 标队即将离城时 赵森居然被人抛尸在城门 零瞬间成了嫌犯 赵森怎么会死呢 是得上的剑是你的 有人想嫁祸给我 正如零所料 天文蒙借此发难 夏侯灵杀我带蒙主 且看你能否挡下我这一剑 但夏侯城主也不是吃素的 一招便将小喽啰击退 公主即将出关 到时若交不出夏侯灵 血洗云海城 夏侯城主下令找回零问罪 三叔知道零尔藏身处 让他赶紧离开 跟我走 我送你出去 人不是我杀的 零尔执意找出真凶 见他不肯离开 三叔也暴露了真面目 他召来手下杀了零灭口 原来他早就投靠了天文蒙 零尔虽然逃走 但也身负重伤 他躲进马厩中避难 恰巧被剑狂发现 剑狂只能出手相救 你在做什么 零尔奇怪 他为什么救自己 我女儿的名字里 也有一个零字 零尔很是意外 但剑狂不想再掺和他的事 有事还我 你走 我们两亲 殊不知 他以难脱身 因为天文蒙盟主 剑宗出关了 不恨古人无不剑 恨古人不剑无狂儿 知我者何人 拜剑盟主 剑宗杀上了云海城 夏侯城主自知不敌 保证给他一个交代 让他速速撤兵 谁料剑宗冷笑一声 赵森早有反叛之心 一枚弃子大 我要的是夏侯家的猪器秘法 你怎么会知道 剑宗亮出棺材 表示这就是他的剑面里 大战一触即发 云海城瞬间沦为战场 得到消息的零心急如焚 但他决定先带着标队离开 是我连累了人 我知道一条小路 在铃儿指引下 标队成功脱离战场 标头将铃儿留下的东西 交给了剑狂 夏侯小姐有情有义 只可惜我们都是些小人物 看着手中的优识和信件 剑狂心绪万千 烂毒鬼 优识还你了 剑狂决定帮他一次 此时夏侯城主被逼到了绝路 他准备放出大招 玉石俱焚 零儿悲愤不已 但三叔心狠手辣 这时一只长枪破空而来 三叔马力领了盒饭 此时主角专属BGM想起 剑狂闪亮登场 楼落们以为他是小角色 拔剑要取他人头 谁料剑狂只出了一剑 两人就吐血身亡 剑宗喜不自胜 天下还有买一送二的好事 黑白剑客巅峰对决 剑宗虽然也是绝顶高手 但战卢剑霸道无比 剑狂又有煞气附体 三招过后 行天剑就变成了两半 剑宗叫苦不已 趁着剑狂陷入回忆 剑宗甩出断剑阻挠 随后趁机逃离 剑狂本想离开 谁料下侯城主叫住了他 你不想知道射刀人的来历吗 原来四大家族同根同源 共同守护着上古铸器秘法 秘法只有一名老者能读懂 可若我制造于秘法上 既然还是一名 须以亲族设计 当年为了铸剑 四大家族死伤惨重 但老者却带着半成品的神兵 消失不见 我也才知晓战卢剑就是那把神兵 而射刀人很可能就是当年那个老者 而剑宗从夏侯三叔那知道了此事 所以才对四大家族动手 夏侯城主将秘法赠给剑狂 请求他护送离去给欧阳家报谢 剑狂爽快应下 我要带着剩下的族人找个地方避一避 两人走到半路 标头便追来帮忙 没过多久 小五也折返回来 四人在离压缓帕尔的家乡歇脚 这是我们家帕尔 剑狂觉得帕尔分外眼熟 他一时间心绪不宁 帕尔也对他有好感 我家小姐从来没有出过远门 这次也不让我跟着 我就把他托付给你了 随后铃接着酒一表白 却被剑狂断然拒绝了 我说医生 给我剑足矣 灵儿心中不愤 半夜偷了战卢剑离开 却被剑狂追了上去 两人大打出手 殊不知此时村中出了事 小五背叛了他们 原来镖局半路被天问蒙拦截 小五为了活灭 透露了剑狂行踪 还追上来当内影 等剑狂带着灵儿回来后 村子已遭了毒手 看着镖头的尸体 剑狂心如刀脚 他被煞气控制 杀了助纣为灭的村民 干完活回来的盘儿不明就里 灵儿崩溃不已 盼儿临死前 想将自己的护身符给灵儿 看着帕儿的优势 剑狂这才知道 她是自己女儿 她瞬间变成了行尸走肉 这时剑宗一剑射来 灵儿急忙将受伤的剑狂送上船 你先走 你将能剑挡住他们 灵儿寡不敌众 被活捉了起来 战卢剑也落到了剑宗手里 原来剑宗是金国的后裔 当年奢刀人赠剑给他祖先 这才开辟了金国的天下 若不是奢刀人给的战卢剑 金国就不会存在 若不是他收回剑 金国就不会赴你 灵儿可笑不已 剑宗居然想凭战卢剑复国 剑他丝毫不拒 剑宗便杀鸡警侯 一剑将欧阳家化为灰剑 只要你们夏侯家城府 交出筑器秘法 战卢剑就会彻底组成 灵儿宁死不从 剑宗一剑出手 杀你脏了我的剑 他让小五杀了灵儿焦头名状 而另一边 剑宗抱着女儿尸体 痛哭不已 他亲手挖出墓穴 但前尘往事涌上心头 心如死灰的他 躺进木坑等死 可想到灵儿被俘 他决定了解完此事再死 剑宗找到夏侯城主 剑宗让我独自戴上筑器秘法 前去交换灵 城主将诛灭十方 交给了他 此兵器也是用秘法锻造 或许和战卢有一战之力 剑狂单刀附会 小猴灵呢 既然你这么关心他 那我就送你下去陪他 剑狂强忍怒意 引他去了雷阵 但剑宗发觉不对 飞身躲开了雷电 又是这把废体 你以为不止雷阵就能胜 可笑之计 剑狂也不废话 利用诛灭十方 放出十万伏特 剑宗挥出战卢剑应对 黑龙和雷电在天上厮杀 两人在地上决一胜负 但战卢剑霸道无比 剑狂很快就败北 不过反派死于化多 趁着剑宗得意 剑狂拼着重伤夺下了战卢剑 局面瞬间反转 剑宗呕血不止 你不是想要出剑秘法吗 我现在就给你 顶狂的剑宗献祭了自己 抽出骨头 化成了战卢剑 两人殊死搏斗 恍惚之间 剑宗居然变成了射刀人 你是杀不了我的 我就是宿命 原来射刀人才是幕后黑手 战卢剑锻造的最后一步 需要吸食大量鲜血和煞气 射刀人先后将战卢剑 借给了数个豪杰 借他们的手来屠戮生命 完成战卢剑的锻造 而毫不知情的剑狂 在生死搏斗中 发出了最强一击 剑宗瞬间灰飞烟灭 战卢剑的剑魂躁动不已 别急 只差最后一步起来 他很快就会成为 下一个射刀人 此时的剑狂煞气入体 赶来的小五和李儿心惊不已 等等 我去剑 剑狂一剑挥出 小五挺身挡下一击 徐大哥 我对不起你 灵儿伤心欲绝 一切都是因他而起 如果没有遇到我 你不会见到你的女儿 她就不会死 灵儿决心赴死 发疯的剑狂准备一刀杀了 这样也好 剑狂想到了妻子 她决定和家人团聚 随后她一刀捅向自己 了解了一切因果 回家了 棋局瞬间破碎 射刀人遗憾不已 等了这么多年 居然被一颗鞭子破了局 战炉剑魂 默然回归池底 但射刀人并未放弃 下一个射刀人 又会在哪儿呢 射刀人 是一个存在了上千年的神秘组织 他们自称是鬼谷子的传人 他们的刀只舍不卖 若是有人问起 他们会将刀慷慨相赠 并说出一句预言 假如预言成真 射刀人才会回来取刀钱 这部《射刀人》上映于2024年 由黄家辉导演 吴迪文 黄荣 张成光 李子雄等人主演 一部武侠动作类电影 那么你觉得 这部电影如何呢 师兄啊 哎呀你怎么站起来了 快点拿件衣服给我 这么大人了 一点规矩都不懂 以后你洗澡的时候 我也可以给你拿衣服吗 还说兄弟呢 你敢相信吗 这个扮成假小子的美女 居然是华山派大小姐 月灵山 她之所以在这受苦 都是因为东厂迫害 数天前 东厂内封存的密集被盗 总管古宫公愤怒不已 葵花宝典 葵花宝典记载了天下第一奇功 一旦落入江湖 将掀起血雨腥风 但古宫公更心烦的是 这件事要传到西厂人的耳朵里 就会让他们抓到我们的把柄 东厂以后就看不见太阳 手下欧阳权急忙献策 一飙下余界 要不要找个寄死鬼 古宫公杀了库管太监 当替遂羊 随后让欧阳权调查盗贼 嫌犯很快被锁定 锦衣为林振南 数天前借骨辞官 古宫公立刻率人抓捕 我们是有头有脸的人 万一进去拿不到东西 很难交代 你需得借刀杀人 他话音刚落 便有高手越过了防线 此时林振南正让家丁安放炸药 除此之外 他还在等一个人 华山派掌门岳不群 这时来人从后门闯入 华山令狐冲 奉师命求见林振南大人 令狐冲轻松制服家丁 随后让师妹岳岭山出来 师父托我们带来件礼物 跟一封信给前辈 不过他吩咐了 一定要先看信后看礼物 谁料书信被师妹弄丢了 两人四下翻掌 殊不知信被谷公公捡到 李银家事为了如其道府 献命猎徒令狐冲 带上迷烟一盒 但林振南不知道 一把打开了盒子 迷烟遍布屋子 屋外的谷公公心生忌惮 这分明是调虎离山计 千万不要上当 殊不知屋内已经大乱 林振南稳住局面后 怀疑起了两人身份 令狐冲舞起了华山剑法 正名清白 回身再一招 举手即问天 眼看差点点燃炸药 林振南急忙叫停 确认身份后 令狐冲转达了师父的话 师父让我告诉你 他过两天才到啊 林振南失望无比 只能先请他们去楼上休息 令狐冲看似不着调 实则对当下形势 动若关火 现在啊 那边河水冲井水 其实是两帮敌我分明的人马 随时会打起来的 那我们快点溜啊 但外面高手如云 他们只能到晚上再撤 而谷公公那又添一员大将 鼓越盟主左冷禅 参见厂攻大人 手下不明就里 拔刀杀向左冷禅 拔命残兵 随波助澜 欧阳拳不自量力 差点被他射杀 好在谷公公出手拦下 左冷禅是财傲物 准备等天黑再大开杀戒 而天一入夜 令狐冲就带着师妹偷溜 两人下到一楼 却发现家丁也要逃跑 谁料门外传来声响 林振南闻声赶来 有胆敲门 为什么没胆出来见人 他话音刚落 左冷禅就闪现二楼 林振南 废人说废话 趁着两人嘴炮 令狐冲拉着师妹开溜 谁料师妹不小心点燃了炸药 家丁瞬间逃跑 但令狐冲心地善良 返回去通知了林振南 火药点着了 快跑啊 众人火速撤退 锦衣卫全被炸醒 四下搜捕林振南 但夜色深重 林振南跟月灵山打了起来 此时左冷禅追了过来 他用林夫人做妖协 逼林振南现身 建林振南不肯就范 林振南心如死灰 他请求令狐冲告诉他儿子林平之 家传之宝就在染防水车下 随后他就冲了出去 但左冷禅早有防备 一箭射死了他 令狐冲只能带着师妹逃跑 将林家灭门后 古公公担心地方官府追查 欧阳全急忙献祭 这里有个日月神教 是苗人的组织 他们在这专门贩卖私盐 只要嫁祸给日月神教 牵扯到汉苗恩怨 地方官肯定不敢细查 你倒是很会应变 我要一个不留神 不就让你过了我的头吗 居然小心风头出多了 头都没有了 起来吧 随后他们四处搜捕日月神教 而令狐冲准备乘船逃跑 谁料碰上顺风堂堂主 老刘金盆洗手 老刘素有侠名 但厌倦了江湖风波 准备跟好友一起归也 他演讲到一半 左冷禅就来抓人 令狐冲带着师妹 躲到了船上 我怀疑船上有日月神教在人 老刘 您放心 我们不是日月神教的人 我是 此人正是老刘好友老屈 见左冷禅来势汹汹 老刘赶紧溜到船上 杨凡 左冷禅在岸上气急败坏 老刘感慨不已 这块是非之地 我们以后不要再回来了 两人久别重逢 决定合奏一曲 令狐冲也跟着唱了起来 谁料 左冷禅买通了新堂主 乘着顺风堂的大船追来 瞬间截停了令狐冲一行 众人只能对上左冷禅 令狐冲持剑杀来 却被左冷禅空手接白刃 左冷禅内力雄浑 直接扭断了利剑 老刘上前助阵 老刘则对上了叛徒 老刘火速解决了叛徒 随后和老刘合力对付左冷禅 令狐冲则去安顿师妹 但数招过后 老刘被打断一臂 老刘也遭到重伤 好在令狐冲驾舟赶来 而左冷禅的船被打穿了船底 只能被迫停在湖中 四人这才逃出盛天 但老刘伤势过重 可老刘也断了右臂 两人只能轻唱中章 老刘泪流不止 随后将孝傲江湖曲谱和古琴 都交给了令狐冲 将来你们找头之音 把他流传下去 老刘毅然割断绳索 小舟随风而去 老刘选择在江上自焚而亡 此时林家染房中 林平之被折磨致死 林平之断气了 还没查到葵花宝典的下落 但他们得知 逃走的两人是华山弟子 其中一个是令狐冲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 古公公只能说出 葵花宝典的威力 谁料隔墙有耳 屋顶上有人听到了一切 此人正是迟到的岳不群 古公公飞身追出 却被他轻松脱身 随后古公公让欧阳全 假扮林平之 混入华山派捉拿令狐冲 此时令狐冲逃进了荒村 师妹突发恶解 两人被迫停留 谁料一个流浪汉待着不走 老大爷 这里非常的危险 您赶快离开这里吧 但老伯死活不走 令狐冲只能让他留下 还分给了他干粮 这时追兵赶来 令狐冲让老伯向西跑 让师妹朝东走 令狐冲对上追兵 谁料老伯也在这 追兵才不管这些 直接杀向令狐冲 杀手魅力深厚 令狐冲根本不是对手 谁料老伯居然是个扫地僧 令狐冲看清楚我的剑法 荡剑士 荡剑士 虚于之间 追兵就被杀了个干净 又多了一批剑下忘魂 令狐冲钦佩不已 请教他是何方高人 你是华山弟子 可也不能不防着你的师父 他心术不正 令狐冲自然不屑 将来有机会问问你师父 风青阳是什么人 刚才我使了那几招 叫独孤九剑 每一世都是从败招中变化出来的 风青阳很欣赏令狐冲 他虽教了令狐冲几招 但不愿以师徒相称 咱们就做个好兄弟吧 此时 欧阳全追上了岳不群一行 双方在苗人客栈落脚 欧阳全假装被追杀 华山弟子心性善良 将他救了回屋 欧阳全狂飙演技 各位恩公 请说我林平之三拜 林前辈的后人 岳不群冷笑一声 但他也想得到葵花宝典 于是他将计就计 你就是林平之 时光废逝 十几年没有见面 两大影帝立刻相认 而令狐冲也赶到了苗寨 师徒终于相聚 岳不群立刻套话 林阵南摩布林中之前 有没有留下什么口讯呢 令狐冲心生戒备 拿出教规堵住师父 做人必须讲信用 他只能告诉林平之一人 岳不群哑巴吃黄莲 只能带他去见甲林平之 令狐冲并未见过欧阳全 再加上他身上有十字疤 便将林阵南一言尽数告知 欧阳全大喜过望 送了令狐冲一壶毒酒 但岳不群不肯罢手 死死盯住欧阳全 还要将女儿嫁给他 岳灵山自然不愿意 要求令狐冲带他私奔 两人约定天亮前在大树林见面 谁料令狐冲饮下了毒酒 岳灵山久等不到他 失望地跟着老爹离开 而苗寨是日月神教大本营 他们发现了毒发的令狐冲 又看到了长老老取的钱 为了得到长老下落 蓝凤凰给他喂下了毒骨 随后众人看到了事情经过 任盈盈后悔不已 差点误杀了老去朋友 化藏给了盖毒骨 为了保住令狐冲小命 任盈盈亲自喂下解药 神教教规严格 他从未接触过外难 这一下让他放心暗动 以后的教规会放松了 就在这时 左冷禅带人杀到 任盈盈不是他对手 便背上昏迷的令狐冲逃走 蓝凤凰甩出毒蛇阻拦他 任盈盈趁机给令狐冲解毒 但左冷禅还是追了上来 妖女不知羞耻 两人在空中大战 危急关头 令狐冲腹内毒酒被逼出 看长 令狐冲施展轻弓 细耍左冷禅 蓝凤凰趁机引来毒风 左冷禅被毒风围困 左冷禅被一边抽下了悬崖 此时 欧阳全带着岳不群一行 来到了林家染房 古宫洞假扮了林家舅父 但岳不群心底门清 故意逼他们下跪发誓 要替林振南一家报仇血恨 古公公气得脑子冒烟 将欧阳全一阵痛骂 欧阳全忍辱负重 趁着天黑去水车下捞出葵花宝典 谁料被岳不群偷袭 岳不群刚要逃走 古公公大战岳不群 恰好被赶来的令狐冲看到 岳不群火速撤退 令狐冲眼几手快 一剑刺了过去 打斗中葵花宝典 从盒子中掉了出来 而笑傲江湖取谱 也掉了出来 令狐冲扯下了黑衣人面罩 令狐冲捡起了宝典 进入林家跟师弟会合 而岳不群打包了笑傲江湖 并让徒弟小鹿 火速带回华山 令狐冲则将葵花宝典 交给了师妹 我爹很重要的 别让人知道 见令狐冲没死 欧阳全担心事情败露 将他污蔑为 日月神教同伙 我知道你跟日月神教有关系 杀死我们林家的主要凶手 谁料古公公出手阻止 一问令狐冲宝典下落 我答应个他爹 就告诉他一个人 我们也不方便插手 你慢慢教训他吧 令狐冲火速告辞 但古公公并不放人 说到贼就是他师父岳不群 岳不群只好出面 将黑锅扣到令狐冲身上 把他逐出师门 古公公冷笑一声 所有人都不能走 他换上官服 震慑众人 并收岳不群当手下 古公公搬出皇帝 岳不群只能低头 这时溜走的小鹿被抓了回来 看到密集后 古公公欣喜不已 而担心小鹿暴露自己 岳不群准备杀人灭口 令狐冲急忙救人 古公公惊怒交加 岳不群见识不对 让弟子们出手废了令狐冲 弟子们只好假意出手 岳不群勃然大怒 岳灵山只能自爆 岳不群夺走宝典 将女儿丢了出去 好在任盈盈和蓝凤凰赶来 不要怕 我们是来给你师兄砍比 剑形势不妙 岳不群纵身飞出 殊不知 宝典又被落下 古公公飞速捡起宝典 令狐冲和日月神教联手杀向他 但古公公内力深厚 众人根本不是对手 这时蓝凤凰一记冷枪射出 蓝凤凰刚要补枪 谁料古公公用内力反射了子弹 蓝凤凰重伤倒地 被古公公挟持为人质 而欧阳全也拿到了火撞 古公公得意大笑 谁料欧阳全担心古公公秋后算账 一枪爆了他脑袋 欧阳全则捡起宝典溜走 一切尘埃落定 师弟将笑傲江湖还给令狐冲 谁料岳不群折返 你花宝典 那只是笑傲江湖的岳不 岳不群恼羞承诺 要杀光所有徒弟 令狐冲站出来阻挡 谁是冯青阳 我们华山派的太师叔 我是他兄弟 我就是你的甘太师伯 当天是 岳不群根本不是对手 被令狐冲挑了手机 令狐冲刚要勇绝后患 谁料岳灵山冲了出来 令狐冲百感交集 最终弃剑离去 岳灵山悲伤不已 谁料令狐冲中途折返 拉起岳灵山一同归影 这部《笑傲江湖》上映于1990年 改编自武侠小说家金庸的巅峰之作 由胡金泉和徐克指导 许冠杰 叶童 张学友等人主演 一部武侠动作类电影 我杀了你这个运贼 书买我 我之所以会成功 就是不需要这些臭女人 公公不喜欢女人 我怎么可以为女人耽误大事 男人只因太监一句话 就杀了自己美艳动人的老婆 她名叫天保 半年前还是个不安世事的和尚 她跟师兄军宝从小便败入少林 这是刚刚剃度的天保 他就是你师兄军宝 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就问师兄 两人刻苦练功 眨眼间便长大成人 两人每天九九六 连吃饭时也不停歇 我就跟你们说有白蚁嘛 你们又不信 在刻苦修行下 两人练成了铜皮铁骨 但天保并不知足 他想进入达摩院 学习顶尖武功 为了进入达摩院 天保不惜违反少林寺规定 偷学了师伯的般若掌 很快就到了选拔的日子 第一场由天保对星保 两人伸手不相上下 但在摸清新宝的套路后 天保很快占了上风 谁料新宝不讲武德 天保打出了真火 谁料师伯袒护自己徒弟新宝 师伯抓住他把柄不放 上来就要废掉他武功 无奈之下 天保使出了偷学来的般若掌 见天保还在雷区蹦迪 军宝赶紧上前解释 武僧齐齐出手 瞬间将两人围了起来 头光出现 万棍响我 好歹军宝看出了破绽 及时跟天保以棍还棍了 这才破开了大阵 但师伯还有后招 大阵瞬间变换 阵型虽然松散 但进攻有序 弟子们对他们展开了车轮战 两人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谁料猪油在打斗中撒下 这时他们师傅破门而入 他违反四规将两人救了出去 逃出来的两人知道闯下了大祸 急忙跪下向师傅认错 师傅虽然心疼他们 但少林寺四规森严 他也无能为力 这本气功心法并不是什么武林爵士 当你心情烦乱的时候 他会带给你亲戚 随后师傅送走了他们 无家可归的两人 只能在街上化缘 此时街上的另一边 地头蛇正在搜刮钱财 我真的没捡 侠女小冬瓜看不下去 故意走到了他们面前 小冬瓜一个滑步 不仅成功脱身 还顺走了他们搜刮的钱财 这是那块的怀你的 但地头蛇发现了不对 小冬瓜虽然身手敏捷 但双拳难敌四手 这一幕被路过的军宝二人看见 你都亲手帮不帮 帮啊 军宝上前拦下一击 接着一拳打飞恶把 天宝趁势抱起小冬瓜 天宝对美貌的小冬瓜一见钟情 而军宝越战越憨 毫不费力地揍翻全场 地头蛇被打得怀疑人生 这时大队官兵赶来 在跑到一处马房后 给两人搞了顶假发 这才顺利骗过官兵 但三人没走多远 又碰上官兵驱赶百姓 原来是当地的镇守太监刘锦路过 看着派头十足的刘锦 天宝羡慕无比 为了感谢两人出手相助 小冬瓜带他们去佛校楼吃饭 军宝被旁边的琴声吸引 天宝却盯着小冬瓜饭花赤 这时一群人闯了进来 为首的正是刘锦妹妹小刘 但他们刚落座 弹琴的女子就走了过来 相公真的是你 你秋雪 你怎么到京城来了 闭嘴 如果不是我啊 她早就饿死了 男人都是贱货 看着自己丈夫如此懦弱 秋雪心如死灰 慕容白已经变成了狗 就该跟着她的主人 秋雪将情还给了前夫 卖主人的看主人 但秋雪武功不俗 当场和小刘打了起来 几招过后 小刘就被秋雪打飞出去 娘子你没事吧 你闹够了没有 我已经跟你恩断义绝了 你还不走 军宝看不下去 他飞起一脚将慕容白踢翻 随后带着受伤的秋雪 痛打落水狗 谁料大批官兵杀到 几人藏到了土地庙 看着官兵离去后 他们才返回佛孝楼 天保两人倒头就睡 却被隔壁密谈声惊醒 刘锦打死也想不到 白天送过来的钱 晚上却被我们偷回来了 两人隔着窗户偷窥 原来佛孝楼的店家伙计 都是反抗刘锦的江湖好汉 天保想告发他们 换取功名利禄 但军宝不想惹是生非 随后两人在街上卖一求生 一文钱任打一拳 要是教堂的话 那就赔三文钱 土豪一看如此划算 当即来了五十拳练手 谁料一顿狂风暴雨的输出后 反而把自己累得够呛 天保佯装受伤 土豪果然上当 一把钱洒了出去 他们快乐地捡起钱 但一只臭脚突然阻止 太监一连爆出十项税收 谁料天保满脸微笑 不仅上交了所有钱财 还对着太监狂拍马屁 君保返回了佛孝楼 和这里的江湖好汉成了朋友 但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 就被来收税的官兵打破 前几天我们已经交过了 前几天你也吃饭了 今天还要吃啊 现在刘公公扩充军备 要征收军人服装税 君保忍不住反驳 官兵立刻拿他开刀 谁身上有刀 谁就能大声说话 吃下去 但官兵还不罢休 让君保给他跪下 磕三十个响头 秋学忍不住出手 君保也开始反击 屋内瞬间打成一团 众人立刻关门打狗 他们各显神通 没一会就料理了这群狗贼 君保的铁头功 更是拿下了全场MVP 但众人没想到 他们处理尸体时 一名官兵居然靠装死逃了出去 君保虽然没有驾照 但他硬是追了上去 官兵即将跑回军营 谁料被巡逻的天保一刀送走 两人一同掩埋尸体 我是兵你是贼 早也会碰头的 两人一番叙旧 君保仍然是赤子之心 天保则野心勃勃 但他苦于没有上位的机会 谁料机会说来就来 刘锦组织了比武选拔 在八名副刀统领中 选出最强者 担任正刀统领 而身为小兵的天保 没有参赛资格 谁料获胜者太飘了 这次赢得太容易 所以我要求 如果有谁不服气 可以上来向我挑战 天保立刻上台 他切换无敌模式 但获胜的他 没有得到奖赏 以下犯上 你懂不懂怎么当兵 天保赶紧求饶 请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已经好好表现了 那我就等着看你有什么好表现 天保便打起了佛孝楼的主意 天保 你怎么回来了 天保告诉他们 刘锦已经发现了他们身份 你们先走 我进去把整体烧掉 众人前脚刚走 后脚刘锦就带兵杀来 没走掉的老板被当场击杀 伙计们心中不愤 明天我就单枪匹马冲进牛宫的军营 把他碎尸万段 众人觉得不妥 准备联系想杀刘锦的义士行动 天保表示愿意做内营 我们领域外合杀他个措手不及 对 两天过后 众人在天保带领下 顺利摸到了刘锦帐外 众人立刻冲杀上去 谁料帐篷内涌出大量官兵 众人瞬间被包围 随着刘锦一声令下 天保当即送走两名义士 在官兵围剿下 义士不断身死 只有君保和秋雪能勉强抵抗 眼看不是对手 倒是立刻躺下装死 而天保趁乱打晕了小冬瓜 最后场上只有君保和秋雪还在支撑 秋雪准备奋力一搏 冲上去杀了刘锦 谁料天保一脚将他踹飞 君保震惊不已 道长只好先救走君保 这场刺杀刘锦大获全胜 得意的他重赏了天保 你就是锦衣卫政府使人 多谢公公 而另一边 逃出来的除了道长外 都将这口锅扣在了君保身上 其实他是我们当中最惨的一个啊 他最信任的兄弟出卖了他 意识愤怒离去 只有道长不离不弃 君保却不甘心 他孤身返回军营 要将秋雪救回来 此时的军营中 天保正要跟小冬瓜成亲 而小冬瓜对他彻底死心 趁着天保非礼他 小冬瓜拔出簪子 要同归于尽 谁料天保早有防备 这时刘锦突然出现 你怎么可以收留一个叛党的军营里 你这个阵服使是怎么干的 为了荣华富贵 天保一掌派死了小冬瓜 刘锦满意不已 让他去招揽军宝 富贵之门已经打开了 就等你曾经 我已经不认识那人出卖自己身体 用人命来换取自己荣华富贵的天保了 两人一言不合 大打出手 虽然他们出手毫不留情 但到底同出一门 根本破不开招式 天保直接开大 军宝一时不备 被他死死压制 天保很下心肠 两人从地上杀到木塔 连刀都砍得伤痕累累 谁料天保砍断了木柱 秋雪即将被摔死 好在军宝及时顶住 并甩出大刀 解开秋雪绳索 但他也被天保偷袭 眼看军宝被重伤 秋雪立刻带着他逃出军营 道长赶紧制作商药 但军宝因兄弟的背叛 而彻底崩溃 阁下果然是高人 知道我错心了天保 又摇头又叹气 从此军宝便疯疯癫癫 由于他每天发疯三次 一天疯疯癫癫的三次啊 干脆叫三疯吧 另一边天保 却走上了人生巅峰 建军式的训练不达标 他当场发怒 对着曾经的上司痛骂 上司立刻去找刘锦告状 谁料他没走两步 没了约束后 天保练死了无数底层士兵 为了找到军宝 他还到处滥杀无辜 此时的军宝 在秋雪的开导下 逐渐恢复了理智 他拿出了师父赠送的气功信法 没日没夜地研读起来 黄天不负有心人 他悟出了绝世武功太极拳 也得知了天保的行径 军宝决定做个了断 但天保手握重兵无法接近 好在秋雪想到了办法 两人趁着刘锦出行 火速解决了所有护卫 两人压着他来到军营 士兵投鼠忌器不敢动手 而天保打起了感情牌 但军宝根本不吃这一套 天保只能出手 谁料军宝用太极拳 将他轻松甩飞 天保再次猛攻 却还是被军宝三招化解 心慌意乱的天保 甩出兵士做替死鬼 军宝借力打力 轻松接下 天保再次被打败 愤怒的他让士兵群殴军宝 但秋雪拉出了刘锦 天保已经封魔 他抱起杀人 送刘锦去吃了盒饭 他本以为这下士兵 能听自己号令 谁料士兵彻底对他寒心 天保只能孤身对战军宝 军宝两掌将他打飞 天保不断求饶 军宝变软了心肠 谁料天保趁机偷袭 军宝不再留守 而士兵们心生敬佩 纷纷缴械投降 放两人出了军营 军宝带着天保骨灰 去见师父 再会了张三峰 太极张三峰是由袁和平指导 李连杰 杨子琼 钱小豪等人主演的 一部武侠动作电影 李连杰身为功夫皇帝 正值巅峰的他精湛演技 潇洒飘逸的武打动作 将一代宗师张三峰的成长过程 展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成也萧和败也萧和 军宝与天保是同门师兄弟 在少林寺练就一番真功夫 下山后进入物欲横流的江湖 观众难免会将两人对比 首先是人物性格上 一个争强好胜 一个随遇而安 且看苦逼青年如何混成人生赢家 军宝憨厚本分是正义的化身 误打误撞 误出太极拳 成为一代宗师 反观天保 他有自己的人生规划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出卖兄弟 杀害深爱的女人不可取 但他身处兵荒马乱的时代 狼性的生存方式 以及对上位的执着 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甚至许多人更欣赏天保 你觉得这部电影如何呢